老农永当柯南提报郭烈成 揭发这次收水油风暴 幕后工程是这位仅国小艺业 不适自的屏东老农夫 2011年郭烈成的油厂只有一个油槽 想不到隔年油槽增到八个 半夜炼油排到水沟炒到睡不着 收油让稻税枯死 你你们要求索赔 他也和另两名农夫向环保局检举五次 但等了很久只派原来一次 没抽水化验目测完散人 水狗这么清晰没问题 他干脆自己收证 并请有人找台中警方报案 警方经一天收证再转给检警 经半年追查才破获这起震惊全台的收水油案 对于事情闹这么大 老农夫也是食料未及 动新闻 阿北真是全台湾的 这个救命恩人报道